我买了一台华为Mate 40 Pro 它搭载了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后一代的麒麟9000芯片 我知道你们很多同学好奇 这样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测试一下麒麟9000的表现吧 先来聊一聊麒麟9000的大致情况吧 麒麟9000是华为最新一代SOC 采用台积电的5nm工艺打造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也是一颗非常稀有的芯片 据说总产量只有不到1000万片 和去年的麒麟990一样 麒麟9000的CPU部分也没有用上最新的ARM核心 而是对老核心进行打磨 一颗主频高达3.13GHz的A77大核 三颗2.54GHz的A77中核 以及四颗2.04GHz的A55小核 这3.13GHz的大核频率高的实在是有点恐怖啊 但是更恐怖的是它的GPU 麒麟9000搭载了ARM最新的G78架构GPU 核心数堆到了24核 这是马力GPU允许达到的最大规模了 并且这24个GPU核心的最高频率居然高达759Mbps啊 不得不说华为简直是把麒麟9000当成核弹来做了啊 这颗芯片的晶体管数量达到了153亿个 比苹果的A14还要多30% 光看这个堆料的程度 我觉得已经是华为能做到的极限了 确实蛮吓人的 除了麒麟9000之外 华为还准备了一颗麒麟9000E 阉割了一个NPU大核和两个GPU核心 用在Mate 40上 那今天我们就先在Mate 40 Pro上看看这颗满血的麒麟9000好了 咱们先跑个Geekbench 5看看CPU的表现 Mate 40 Pro的单核1019分 多核3770分 和A13比的话单核还差了不少 但多核已经超过了 那跟865plus比就更不用说了 华为算是把这颗A77核心打磨到头了 不过考虑到接下来的安卓阵营会陆续上码新的A78架构和X1超大核 这颗A77的优势应该不会保持太久 GPU的部分峰值性能我们可以参考GFX Bench 5.0的表现 这个就有点东西了 麒麟9000相比上一代990的GPU几乎快了80% 这颗GPU的峰值性能甚至已经干到A13的水平了 尽管和最新的A14还有差距 但对于安卓阵营来说 这个GPU的提升幅度已经是相当恐怖的了 不错的CPU加上强盗爆炸的GPU峰值性能 从理论性能的成绩来看 这麒麟9000似乎一切都很完美啊 那真的是如此吗? 有没有什么代价呢? 这就要用我们的烤机测试来说话了 Pathmark浮点单烤CPU 麒麟9000的CPU峰值功耗达到了5.9W 比990、比865都要高出一节啊 这个功耗其实已经和历史上比较热的一代火麒麟970比较接近了 离峰值功耗一向很高的苹果都不远了 看得出想让这颗A77工作在3.13G的高频还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 但是比起CPU更让我担心的是它的GPU 这么恐怖的GPU规格难道用了5nm就可以轻松实现了吗? 果然在光明山脉的GPU烤机测试里 麒麟9000的GPU峰值功耗飙到了11.1W 什么概念啊? 低功耗版的英伟达MX450独显 PC上的独显也不过是12W 麒麟9000这颗GPU的峰值功耗 已经超过了所有我们测过的GPU功耗了 很显然这么高的功耗是没有办法在手机里持续压住的 所以你看光明山脉的降频测试 可以看到这个麒麟9000一开始非常强 极限性能甚至已经逼近苹果的A14了 但后续会慢慢降频 降到最低的性能大概是麒麟990的水平 不过我觉得这根曲线要分开去看 前半段的这根曲线是值得夸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一个线性的降低 它不是那种安卓常见的阶梯状的降频 它是慢慢降的 其实这个比较符合苹果一贯的降频策略 就是尽量减小降频在感知上造成的影响 这种调度是合理的 比较大的问题是出在5分钟的这次降频 这个地方直接帧数暴跌10帧 那到这个点我怀疑Mate 40 Pro的机身散热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 实在承载不住这么多热量了 有意思的是 709000降完频的功耗倒不是很高 整机降频后4.7W 单算GPU功耗大概在4.4W左右 比相同帧数下的70990还低一点 所以给我的感觉 这一次一方面是华为堆料堆得有点过头了 另一方面是台积电的5nm工艺 在高频下的表现似乎并不是很好 我觉得从光明山脉的GPU测试来看 华为这颗GPU有点想往苹果调校方向走的意思 就是能趋能升 强的时候强到爆炸 功耗也爆炸 就需要的时候爆发那么一下 平时可以降到一个普普通通的水准来用 但是也不比前一代芯片差就是了 这种调校理论上是最有潜力的调校策略 但它也非常看软件优化 系统调度能不能利用好这种策略 利用不好的话 那发热降频什么的就是家常便饭了 看了这么极限的GPU降频测试 我们不妨还是来测点实际游戏好了 其实测游戏也不轻松 压力搞不好比GPU测试还大呢 你也知道我们要测什么了 原神嘛 来 我们打开游戏 还是像之前一样 开到最高画质 在夜晚的离岳岗不停跑图 如果我们只看着5分钟的帧率曲线 那么麒麟9000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865和990都是在50多帧左右波动 而麒麟9000可以做到10克接近60帧 流畅的运行原神 查看CPU情况会发现 这颗3.13G的大核被压榨得非常干净 占用率几乎接近100% 这次麒麟的CPU超频还是很有用的 然而 当我们连续运行10分钟原神之后 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你看这后面两段 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GPU降频 帧数掉到了40帧左右 显然 这个Mate 40 Pro在运行原神的时候 发热量是有点控制不住的 只能通过降频来降温 你看功耗可以看出来 降频前的这段时间 整机功耗已经达到7.5W了 已经和iPhone火力全开时的功耗差不多了 确实是明显高于865手机的 这样来看 尽管麟9000的游戏表现有惊喜 但是功耗发热问题仍然有一些遗憾 诶 等等 我之前讲到了 这麒麟9000的策略 有点像苹果的A系列芯片 而你们应该知道 这苹果的A系列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 就是省电模式下的游戏性能更强 既然麒麟的策略有点类似A系列的调教 那会不会也出现这种状况呢? 我们刚才的测试都是在高性能模式下跑的 现在我们不妨关掉高性能模式 用普通模式再来跑一下原神 看看会不会更好吧 嗯 这个结果似乎很有意思啊 关掉了高性能模式后 这两段40帧的降频果然消失了 整机功耗也降到了5.2W左右 但与此同时 CPU性能有点不够用 麒麟9000现在的这根帧率曲线 看起来和865的曲线差不多了 游戏没法全程60帧 只能保持在50多帧上下浮动 不过有一说一 在游戏性能差不多的情况下 普通模式的麒麟9000在功耗上 确实要比865低一些的啊 既然高性能模式下过热 普通模式的CPU又不太行 那想要流畅游戏的最佳方案 不就是在高性能模式下尽可能不过热吗? 基于这种想法 我们决定在Mate 40 Pro上降低一下原神的画质 开个中画质减轻负载 果然这下机器的发热好了不少 游戏终于可以全程保持60帧不降频流畅运行了 这个曲线看着就赏心悦目啊 我们在之前的原神视频里讲过 降低画质这一招 在865或者其他安卓机上是无法实现性能提升的 因为它们的CPU有瓶颈 但对于麒麟9000来说 它最大的瓶颈是在散热上而不是在性能上 所以降低负载可以有效地改善游戏的运行表现 在安卓端实现全程60帧的原神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那说到散热就要聊一聊麒麟9000的最后一个悬念了 这Mate 40 Pro到底有多热呢? 我们在移动网络下玩了30分钟全特效的原神 用测温枪测量了一下表面温度 结果是让我有些失望的 首先整体的机身温度相比麒麟990机型要明显高出一截 和一些散热比较一般的865机型差不多了 其次Mate 40 Pro的最高发热点居然是在上边框的这个位置 这个非常不合理 你玩游戏的时候手握的就是上边框 所有的机身发热都能被你的手感受到 所以体感游戏温度非常高 感觉上很烫手 但实际上如果光看数据的话 它的分值温度还比iPhone 11 Pro Max低了不少 我觉得Mate 40 Pro的散热设计是有点不太人性化的 好了 咱们今天好好分析了一下麒麟9000这颗芯片的表现 总的来说 我觉得华为在这颗芯片上的诚意还是很足的 他们确实把能堆的料都给堆到顶了 但在实际应用中 要想全部利用上它的强大性能 又不至于过热 还是需要一些巧思的 这是一颗非常依赖调度非常依赖优化的芯片 我觉得后续的固件更新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当然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希望华为能够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毕竟即便不谈感性因素 在芯片市场里多一个人竞争 对消费者来说也永远是件好事对吧 没人会希望高通继续挤两年牙膏啊 你说是吧 与此同时我们也做了苹果A14的详细性能风险 在这个页面上应该会有一个跳转链接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 这两颗芯片的测试原数据包括天梯图 我们都放在了socpk.com上 欢迎随时查看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不妨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